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务发展 军队现代化 军民融合 还有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都充满了关注与担忧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惊天怒斥 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 注定不会得逞 中国不对任何人构成系统性挑战 制造假想敌 刺激内部团结 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套路 然而欧洲内部 显然并不想卷入中美冷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呼吁 北约处理中国问题时 需要搞平衡 法国总理马克龙说得更直白 中国跟北大西洋没有什么关系 言下之意 北约找错了战略重点 拜登 欧洲行四大峰会已经过半 目前看来 联欧制华 目标有没有达成 正在召开的美欧峰会上 中国议题还会持续延烧吗 今天晚上全球连线布鲁塞尔现场 有特派记者李萌威 波恩现场请到德国波恩大学 政治学教授顾学武 北京直播室有作战和装备专家 王云飞三方连线解读 中国与北约的关系 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对手 是一个牵强服务会的挑战 好 来看刘欣然的追踪报道 七国集团峰会刚落幕 拜登就马不停蹄赶赴比利时 参加北约峰会 峰会14号在布鲁塞尔召开 30个成员国发表了 相对过去几年对华更加严厉的联合声明 指中国对国际社会构成系统性挑战 这是北约成员国在公报中 首次把中国列为安全威胁 然而 就在峰会的前一天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在接受采访时还在说 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仇 而不是我们的敌仇 但同时他又说 但我们必须要与联合联合 中国的权利是我们的安全威胁 但其实北约这个联盟内部 并不是所有人都视中国为威胁 德国媒体就形象比喻到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日本想对华强硬 德国 法国 意大利却在踩刹车 北约成员国不仅内侯 对外还存在双标的情况 北约一方面呼吁其成员国 加大军费开支 要求成员国军费达到或超过 GDP2%的水平 另一方面 对中国正常的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说三道四 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针对北约峰会公报中的涉华内容 中国中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 北约称中国构成了所谓系统性挑战 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诋毁 对国际形势和自身角色的误判 更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和集团政治行李作祟 中国始终不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正当合理 公开透明的 中方会密切关注北约对华政策的调整 中方不会对谁形成系统性挑战 但如果谁要进行系统性挑战 中方不会无动于衷 除了中国议题 北约的手更是越深越远 甚至到了外太空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 将外太空列入集体防御条款的保障范围 一旦属于北约成员国的人造卫星 或其他在外太空受到严重攻击 北约成员国便可以对袭击作出回应 而其他有关民生 基建和军事的三项预算案 也获得成员国的同意会注入更多资金 另外在北约公报中的79条内容中 绝大部分内容其实还是针对俄罗斯 公报强调 北约虽无意在欧洲地区部署陆基核导弹 不过也不会对俄方日益增长的武器库存 坐视不管 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还在讲话中直接指出 俄罗斯正在影响北约的安全 北约为何与俄罗斯针锋相对 北约公报首提中国威胁意欲何为 美国能否再夺回话语权 美国病了 病得不轻 好 北约峰会已经落下帷幕 继俄罗斯之后 现在又盯上了中国 重点是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实质影响吗 而现在正在召开的美欧峰会 还会不会继续在讨论中国议题 好 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做深入分析 然而来请教的是 正在布鲁塞尔现场采访的记者蒙威 我们看到北约峰会首次提出中国挑战 称为系统性挑战 请问与会各方有怎样的一个反应 那从G7到北约峰会 再到正在召开的美欧峰会 议题上有哪些共同点 好的 杨书 美国总统拜登是开启对欧洲的首次密集的峰会形成 他先后出席了G7峰会 北约峰会以及欧盟美国峰会 希望借此修复与欧洲的关系 同时也是拉拢欧洲盟友 共同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 可以说是贯穿各项重要形成的一个核心议题 而针对北约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挑战 中国驻欧盟使团是马上给予了回应 称北约公报的相关的涉华内容 是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诋毁 以及对国际形势和北约自身角色的误判 那么从欧盟角度来看 跨大西洋关系其实在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期 是遭受了沉重打击的 美国方面对于巨额的欧洲产品征收的 惩罚性关税也是依然存在 那么自拜登上台以来 欧美的关系有所回暖 在贸易领域和以及其他的国际事务方面 但是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分歧的 美国和欧盟是否能够真正的重修旧好 联合起来对抗中俄呢 目前其实还很难预料 杨叔 好的 谢谢某温 来自布鲁塞尔的连线报道 如何理解北约对中国的担忧 在伯恩现场为您请到 是伯恩大学政学教授顾学武先生 首先我们知道您对这个系统性挑战 这个词的翻译有不同的见解 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另外我们该如何理解 就是北约罗列的中国的这些挑战 它的担忧 包括中国的核武发展 军队现代化 军民融合等等 为什么是这些领域北约感到担忧 我觉得北约现在通过发表联合公报的形式 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到中国 而且是全面比较系统的 在整个篇章中有十次提到了中国 对中国的担忧 我觉得它还不是所谓的系统性的担忧 是体制上的担忧 因为从德文和英文的翻译来讲 这方面有些偏差 但是主要是体制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在布鲁山记者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欧洲现在对中国 它并不是系统性的担忧 它主要的担忧就是对中国体制 就是国内政治体制发展 和形成一套执政的机制的担忧 这也恰恰被特朗普政权 和后来的拜登政权所抓住 就形成他们所谓的利益价值共同体的一个抓手 在这个杂志上 其中打开一个突破口 来重振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其实欧洲对中国的军备竞赛 中国的军事武力的发展 并没有是太多的强烈的担忧 提到中国的军事发展的担忧 主要是这是北约峰会提出来的 而北约峰会最大的推手实际上是美国 美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这个俄罗斯虽然军力 已经发展到非常空前的高度 但不会再往前走了 因为他们不相信俄罗斯 有这个实力在进一步 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唯一的担心的就是 中国可能发展势头非常猛 所以他们担心的一个就是 现在担心中国 如果不参加核武军控谈判的话 那么会形成一个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 形成一个所谓的核武三角 也就是说中俄美 形成一个三的大的一个 三足鼎立的全球的核体系之后 中俄如果跟美国对着干的话 美国就不是对手了 从这点角度讲 美国的担忧比欧洲的担忧又大 欧洲所现在唯一的担心的就是 担心美国这个俄罗斯的武器 核武器会攻击到欧洲的领域 所以现在主张要建立在欧洲的 这个所谓的导弹防御系统 弹导导弹防御系统 但是俄罗斯坚决反对 因为他觉得你要是美国和北约 在欧洲部署了这个系统的话 强有力的反导弹系统就意味着 中和了俄罗斯的核武的打击能力 和威慑能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欧洲相对来说比较担忧 第三个就是比较担忧的就是 俄罗斯对于东欧的地区的 不断的这个蚕食 尤其是从东欧国家的角度讲 这个乌克兰地区 这个普京始终没有放手 第二个在克里米亚群岛 被吞并之后呢 这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这个克里米尼公会放弃这块土地 所以欧洲的最大的担心 还是俄罗斯并不是中国 好 但是这次北约把中国列进去 听起来像是被美国拖下水了 所以在北京的作战装备专家 王云飞先生 怎么看中国驻欧盟使团 针对北约内部对中国的这种担忧 叫做误判 我们怎么理解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他既然已经写入联合公报了 后续会不会有什么相应的行动 中国有哪些值得警惕的地方 我们欧盟使团对他们的这种评论 我觉得是完全是一针见血 因为他们提出来的挑战 系统性的挑战 四个方面都是牵强附会的 比如说核武问题 其实中国的核武不针对北约国家 那么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认为 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战略联合 在核武这一方面 对欧洲是有威胁的 同时中国的核武器 从理论上讲 射程是构造欧洲的 至于说军事现代化和军民融合 这方面可能意味着 中国未来军事力量 可能快速地发展 那么在世界上安全的影响力 可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 形成影响 第三个方面担忧是 中国与俄罗斯联合军演 其实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 在欧洲和大西洋这个区域 开展的非常少 这是北约国家自己找出来的 这么一个理由 第四个方面是说中国某些方面的政策 透明度不够和使用了虚假信息 这个实际上是北约国家 对中国在抗议这一方面 和新疆议题这一方面 他们使用的依据 对中国来讲它是不成立的 而他们认为是中国使用了虚假的信息 其实欧洲需要和美国修复关系 美国也需要和欧洲修复关系 而把这四项挑战提出来 实际上是北约国家向美国示好 但是从侧面来讲 就是军事力量的增长 可能会带来对于区域 一些影响力的同步增长 你觉得中国军力的这种增长 现在体现在在地区的安全形势上面 有哪些影响力的体现呢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非常透明的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国防白皮书里面 已经明确告诉大家 我们今年的军费是2000亿美元 其实2000亿美元和欧洲国家 把他们的军费占GDP的比重来看 是远远低于他们的占比的 而且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 美联国防白皮书说得很清楚 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 和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 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 不构成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是非常透明的 对不起 我这声音不太好 好 没关系 来伯恩大学的 这个顾学武教授 你怎么看就是 虽然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 就是提到了中国挑战这个议题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 北约内部各个国家的对华态度 尤其是像德国和法国 这些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他们其实并不想 被美国绑上反华战车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在对待处理 中国议题的时候需要平衡 不能只是去评判中国 那法国总理 法国总统就说得更直白了 就是中国跟北大西洋没什么关系 你怎么看内部这些不同的声音 背后的考虑 这个北约的内部吧 这个从30个国家的成分 来划分的划分三个团体 或者三个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美国和加拿大 可能再加上半个英国 这属于这个焦虑派 这个焦虑派就是说 这个时刻担心中国的崛起以后 以中国的方式 这个统治全球 由中国来书写全球未来的规则 同时影响到 这个西方生活方式的未来 所以这个焦虑派呢 非常的这个有兴趣 那阻止是吧 中国在各个领域里面的 快速的成长 第二个派就是所谓的优虑派 优虑派是大部分欧洲国家 包括德国和法国都属于优虑派 他们忧虑什么呢 他们忧虑是中美之间 会形成一个新的冷战 所以他并不是说 一定是担心中国的崛起 从某种程度上讲 他也更担心美国 在全面打压中国的时候 引起中国的强烈反抗 最终造成国际和平的失控 形成一个非常难以掌控的局面 欧洲成为一个新的战场 尤其是担心中美之间 如果得不到平衡的解决的话 他们会非常困难 第三个就是走着瞧派 这可能是大批的 北约里面至少三分之二的国家 是这样的 就是小国 像这个罗森堡 像这个其他的一些 就是说名不见尖传的小国 他们就走着瞧 为什么 他并不一定反对美国跟中国 稍微较点支 因为他可以从中余力 美国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也可以从美国那里讨价还价 从对中国强硬一些 他们在对中国进行讨价还价的时候 也会从中余力 所以这个走着瞧的派 对这次宣言的发表 并没有吃太多的反对态度 真正的起到了 把美国的政策 稍微把它磨光了一点 就是法国总统 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所以在整个宣言里面 对中国的一些谴责的词 基本上是很少 但是对中国 希望中国要注意很多事情 呼吁中国进行对话的这些呼声 都是来自于欧洲 好 来北京的王英飞先生 就是过去外界对于北约 存在着必要性 还有不关于北约脑死亡的声音 都很多很大 但是这次你看来 你觉得北约有在重振雄风吗 或者在恢复它的活力 包括像成员国的扩充 还有拜登表示 未来会持续在北约上 投注投资等等 你觉得未来中国对北约 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和态度 北约现在面临着一个 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 是向东扩呢 还是南下 向东扩 那就是以欧洲为重点 那么整个战略重点 还在欧洲 如果是南下 意味着北约的战略重点 有多了一个方向 就是中国的这个方向 就目前来看 北约内部是东扩 还是南下 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尤其是在南下这一方面 他们还是比较慎重的 并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决策 目前来看 主导性的意见还是恐怕以东扩为主 那么如果这一次北约峰会之后 北约的战略重点还是以东扩为主 那就意味着美国把整个世界的战略中心 调到亚洲来 这么一个战略举措呢 暂时呢 受到了挫折 好 就看来美国希望把战略中心转移到亚洲 从这次美国的欧洲行至少 这两场峰会上来看 您觉得没有达到它的目标 好 下期回来继续来看 美欧峰会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点 好 G7峰会和北约峰会已经落幕 现在正在登场的是美欧峰会 我们继续来和正在布鲁塞尔采访的记者 蒙威聊一聊 这个中国议题还会继续成为 美欧峰会的主导议题吗 我们知道美欧峰会主要是会谈关税 那在之前双方都释放了哪些善意的信息 外界对美欧峰会的成果有哪些期待呢 好的 杨树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欧峰会记者会上呢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呢 是对峰会成果给予了肯定 他就表示美欧关系呢是开启了新的篇章 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说 拜登的欧洲之行呢 是多边主义的回归的象征 而双方呢在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啊 疫苗分享 以及新科技技术的研发等多个领域呢 是达成了共识 而最重要的就是呢 同意了对已经拖延17年之久的 这个跨大西洋飞机补贴的争端呢 同意休战 暂停了对波音和空客的这个互征关税 而此外双方也是希望在今年的12月1号之前呢 能够解决钢铝产品关税的争议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和欧盟也承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采取更加密切的合作 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访问欧洲的这一系列行程 可以说是欧美在这个新冠疫情区缓和之后 首次进行的这个实体的会面 美欧峰会呢 也是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欧美峰会 也是自2017年以来呢 再次由美国总统到访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可以说欧盟方面和比利时方面 都是给予了高规格的重视程度 峰会可以说呢 是给这个欧美之间 快大西洋关系带来一些变化 而双方呢 如何在维护各自自身利益 以及建立合作之间呢 采取一个博弈 就会受到外界的继续关注 杨叔 好 谢谢某威 来 郭学武教授 两个问题想请教你 刚刚说到 他们觉得这次拜登访问欧洲 是美欧关系的一个新篇章 你怎么看这次欧洲行 对于修复特朗普时期 留下来的裂痕所起到的作用 这是一 第二就是拜登访问欧洲 最主要的目的是联欧制华 目前看来 你觉得他的目的达到了吗 并没有完全达到 我本人并不是太乐观地评价 这个拜登的欧洲之行 有四个原因吧 第一个就是拜登这次到欧洲来 第一个目的是说服 实际上北约的扩张的问题 北约现在要搞两个扩张 一个是功能性扩张 第二个是地缘性的扩张 这个并没有说服欧洲 他功能性扩张 希望把北约出军事同盟 打成一个多功能的同盟 也就是包括气候 政治 经济 环保 再加上地缘扩张 就是从北大西洋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扩张 这个并没有得到欧洲的强烈的反应 第二个我觉得不是太成功的 就是拜登并没有详细的 让欧洲人幸福 你拜登虽然是回来了 但是你能够向我们保证 三年之后 这个美国大选出现新的情况 你能保证你现在所做的 所有的承诺继续得到实现 所以这个欧洲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保留 不错 这个欧洲人对拜登非常信任 但是对美国的选民 并不是太信任 所以很多保证 第三个我觉得不太成功的就是 这个在疫苗抗疫这个问题上 欧美之间的分歧很大 今天他们会谈把它给抹过去了 实际上是为什么矛盾很大 美国要主张放弃这个疫苗的专利权 欧洲坚决反对 把这个事情提到了WTO上面去了 所以双方现在达成一个微妙的妥协 就是说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并没有解决 还有一个我觉得并不是太成功的 就是对俄罗斯的制裁到底怎么做 像马克宏坚决希望重新评估 对俄罗斯的关系 但美国恰恰不愿意放弃这个东西 所以双方对俄罗斯的态度 还是有很多微妙的变化 不同的观点在里面 但是有一个唯一的要引起 对中国杀伤力比较大的一个共识 就是共同成立所谓的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共同探讨未来在这个里面 制定相应的欧美之间协调 贸易标准和技术标准 比如说脸部识别这个技术 到底在怎么用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 他们会制定一些新的共同的规则 这个规则可能在实施起来 对中国有很大的伤励 好 看来美欧之间有分歧也有共识 这三大峰会结束了 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 美俄峰会明天继续关注 明天继续关注